大家早晨 港股事前分析 今早讲题是 国企指数 需搜日线图上升通道底 现在上升通道底部支持 受到考验 会不会失手 对后市有很大的影响 曾经中国企业指数 简称国企指数的阴阳速日线图上 昨日跌市 录得阴烛 这类似 前日的开市位 是622 2.58 昨日收市位是622 5.99 没有低过 没有低过就是没有出现一个类似 准头破脚 你按转来看看 还有得够 但今天真的不要再跌了 今天再跌 周末前 短期 反弹浪就会受到更大的破坏 特别是当这个上升通道底 应该和大家说 支持失手的话 平均线整得分辨为细 5D平均线刚刚升破了 10天平均线 升破了50天平均线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也不是刚刚的 星期 哪天 星期二那天升破了 已经 昨天继续留在上边 20天平均线要加速上来 才能够 有机会升破50天平均线 平均线 整得分辨势 变为全面利好 成交昨天缩减了 跌市音竹缩减 好过增加 OBV 就停止攀升 副作分析指 BDMI 还是利好 暂时还是利好 不过不好的地方 就负低 连续交易上升 下跌到 连续两个交易增强 这就不错了 刚才我说过 有个上升通道 在这个低位 8月5号低位 5771.61 这个低位 8月15号低位 5956.91 有个上升轨 所以平均线上去最远的点 这两点之间 这点 最远的点 就是 8月9号高位 6082.84 就得到上升通道 上升通道顶部 曾经被升破的 短暂升破 但是 它站得稳在上面 现在都继续在上升通道里 反复在上升 但是这个通道 这次不容失 今天有点危险 今天 不失手 8月1也不失手 后市才继续升 否则 可能要跌深一点 小心一点 这个就是上升通道 暂时来说 看这个的星期 今天星期二 8月27号 上升是2 星期二 今天29号 我刚才说了 星期二 高位 6310.44 上一个短期 初步阻力位 下边就看这个 上升通道底 上边过了初步阻力位 就看上升通道顶 就都 明确了 如果 真的在 跌穿的上升通道底 这个 这个 下落都挺低的 这个 就是 这里 8月28号 8月 21号 低位 6073.41 73.41 所有位 支持位 都告诉大家 如果再升上去 更大一点 有个位要留意 当然 我们最再升上去 是看 之前的升到顶 7月12号 高位 6543.16 这个必然是 看这个 但是有没有 那么理想 看到 那么高呢 6543.16 我们是要看看 由这个位 6543.16 跌到下去 这个低位 5771.61 即是八远无低位 反弹的0.618倍量度升风目标 是6248.43 记住了 6248.43 简单来说就是6248 站不站得稳 在上面 是重要的 两个假日站得稳 在上面 收市委计 昨天站得稳 未够理想 如果今天 下个星期 都站得稳 在上面 那我就有信心 去升 不排除下市 刚才说过 6073.41 支持 可能性 这次 3 感谢观看